阿们 愿我因我的正义 得见你的词言 愿我醒来时 能以养瞻命为幸福 愿我因我的正义得见你的词言 愿我醒来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今天的圣道里 的读经一 我们会再次的听 依赛亚先知的提醒 也许甚至于 不只是提醒一种警告 依赛亚说如果你们不肯 相信 必然不能存立 天主透过 依赛亚先知的话 他鼓励当时的 阿哈茨的国王 不要怕 两位反对他的国王 一个是阿兰王 一个是俄夫老王 因为这些国王在当时 准备攻击以色列 天主透过先知的话 鼓励安慰他 在我们生活中也是一样 我们面对各种的挑战 工作上的压力 家庭的纷争 或者其他的 这些事情 我们都需要天主的安慰 以及鼓励 我们先准备自己的心灵 为了聆听天主的圣言 耶稣 上主求你垂怜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是我们得到永生 Amen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常以真理之光 照耀彷徨欺度的人 引导他们返回正道 求你是我们信仰基督的人 都能寻求真理 并且一切有入信仰的事物 一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 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望 Amen 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 乌奇亚的孙子 约堂的儿子 阿哈赤 做犹大王时 阿兰王勒金和以色列王 勒玛里亚的儿子 裴卡黑 联合攻打耶路撒冷 但是无法攻陷 有人报告国王说 阿兰已经驻扎在厄弗辣 国王和人民都胆战心惊 如同树木在风中摇摆一样 上主对伊撒伊亚说 你和你的儿子 亚俗布 到上池的水沟尽头去 就是漂公田间的大道上 去会见阿哈赤 对他说 你要审慎保持镇定 不必畏惧胆怯 因为他们的怒火 不过像两个冒烟的火把 阿兰 厄弗辣 和勒玛尼亚的儿子的阴谋 威胁你说 我们要侵犯犹大 占领他 使他归顺我们 并立塔贝尔的儿子为王 吴主上主说 这事绝不能成功 也不能实现 因为阿兰的首都 是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勒金 厄弗辣的首都 是撒玛尼亚 撒玛尼亚的首领 是勒玛尼亚的儿子 65年以后 阿兰将要灭亡 厄弗辣将要衰败 你们如果不肯相信 必然不能存立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必使自己的城堡永固 天主必使自己的城堡永固 在我们天主的城中 上主至大 应受赞颂 他的圣山伟大壮丽 是普世的喜乐 天主必使自己的城堡永固 位于城北的西庸山 是大王的城邑 天主住在堡壘的中央 亲自做他的保障 天主必使自己的城堡永固 请看众王成群结队 纷纷向这里集合 他们一见西庸 就惊慌失措 方方张张各自逃窜 天主必使自己的城堡永固 他们在那里胆战心惊 好向塔尔西斯的船只 为强烈的东风所袭击 天主必使自己的城堡永固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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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今天不要再心硬 而要听从上主的声音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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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你的爱心灵同在 共读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谴责那些看见他 行过许多奇迹的城镇 因为他们不肯悔改 克拉赛因 克拉赛因 你是有祸的 克拉赛因 你是有祸的 克拉赛因 你是有祸的 但是我对你们说 在身旁的日子 迪洛和七冬所受的惩罚 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近一些 还有你 各法翁 莫非你要被碰到天上吗 你却要摔到阴府里去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奇迹 如果行在索多玛 它必会存留到今天 但是我对你们说 在身旁的日子 索多玛 那地方所受的惩罚 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近一些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听到 这个刚所读的福音的这个讯息 也许某些人会想要把它 好像很简单的 画为一句话 这些奇迹也没有用 因为看过这些奇迹的人 这些地方的人们 他们还是幸运 他们见证了奇迹 仍然不愿意悔改 所以不需要奇迹 奇迹是没有价值 但是假如我们真的做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那恐怕我们也误会了 耶稣使命 以及我们自己使命的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原则上 以上的我所讲的一个结论 有两个问题 这些奇迹是耶稣自己做的 他自己选择了 这样做 没有人逼迫他 也没有人给他什么样的其他的东西 他一定是需要做 他的东西当然就是人们的悔改 而福音也清楚告诉我们 耶稣在这些城市 他做了许多奇迹 不止一个 两个 而是许多奇迹 所以如果我们抛弃 奇迹 我们也抛弃 我们也抛弃耶稣的工作 耶稣的使命 以及耶稣的策略 第二个问题 耶稣所说的例子 就是如果在 在苏多玛 提洛以及七东 这些城市 这些城市 这些城市是 会悔改 耶稣的意思是 他所做的事情 会有他的结果 天主给奇迹 是因为他期待一些回应 期待会有一些故事 所以奇迹对福音 对耶稣来说 不是一个表演 不是一个好看的一个把戏 而是天主的标记 天国的标记 所以当耶稣治好病人 就表示这个天国 临近这个地区 临近这些人们 是一个可以摸的 可以看到的 的一个标记 天主是真实的 祂是生活的 祂是爱我们的 通过这些奇迹 治病 我们都越来越感受到 这个事实 我们在生活当中 应该怎么样的去实现这些话 因为我们希望刚刚所所讲解的 不只是两千年前的耶稣 而这也是我们 我们就是要学习 耶稣的做法 让我们所做的一切 变成天国的标记 越来越清楚 告诉大家 或者显示给大家 天主是爱我们的 祂是亲近我们的 祂在我们当中的 而透过这些不同的表现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欣慰 我们的欣慰 召唤人悔改 信靠天主 虽然我们也知道 就如同在今天的福音一样 悔改也是个人的事 也许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好的事情 人们还是不愿意悔改 也有可能 因为最后也是他们个人的选择 他们个人的自由意志 但是我们也有责任 就是做耶稣所做的事情 现在我们一起向天主献上我们的祈祷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祢 请祢知道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祢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意生存充充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借以祢的执意为准神 求祢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 求爱祢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祢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都呈献给祢 为光荣祢的圣名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主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示过祢 主 请祢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祢 神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神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祢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却能永生的天主 求祢佩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祢把分世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亲注于我们 及切信友的心中 求祢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求祢是一切信仰您的人 捐弃成剑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啊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灵受显扬 愿祢的过来灵 愿祢的主力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依赖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将赴你们 阿们 今天的圣道礼义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报 感谢天主 主 主是不尽世之家 哪儿又生病水 有家而万月留下 世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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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世我的荣耀 我中最都心情节 我中最都心情节 只靠耶稣报喜 世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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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gent 音乐